即使得了癌症,只要接受治疗,存活的机会还是很高的 我希望能活着看到孩子成长 只要有希望,我就想活下去 你应该要改变你的心情 有一个正确的思想,你会好的 如果没有家人和医生的关怀和支持 我想,我不可能这么冷静地度过这难关 我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重新调整我的生活的重心 我会比较好好的照顾自己 多爱自己一点 我们要信任我们的医生 因为他会照顾你走过这一段的路子 我在胸部摸到一粒肿瘤 我赶紧看医生 当天医生帮我做了超声波和肿瘤化验 然后叫我一个星期后 要我先生陪同一起回去看化验报告 医生非常温和地向我解释每个细节 由于我必须把肿瘤切除 所以选择适合我的手术 好像肿瘤切除手术或者乳房切除手术 我告诉医生我选择乳房切除手术 看医生是看我家附近的医生 我的家庭医生他就帮我诊疗 他立刻写信给我 过来医院 检验报告又出来 是癌症 那个时候我真的那天在医院这边 我哭到不得了 那个心情也是很难过 我的化验报告出来是说 我是零期 零期就是说 我的癌细胞还在乳管里面 还没有扩散 所以医生告诉我 只要把周边的地方给割掉 割干净了就好了 看完医生以后 我女儿她非常担心 当时有一位护士 非常热心的向我解释 有关乳癌的每一个阶段 她有我所想要了解的知识 我很庆幸她向我解释 所有的病情 她还说以后 如果有任何疑问 可以打电话向她询问 我被诊断出患第一期乳癌 之后 刚开始我真的不想接受手术 因为我真的不想失去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位 可是经过我的先生 她的开导和鼓励 我才发觉 我应该赶快接受手术 我自己本身倒是 没有觉得太大的震惊 前一个晚上 我就要筋食 不能吃东西 所以好准备第二天开导 在动手术之前 护士来帮我量我的体温和我的血压 这是确保我在手术时 一切不会有事 我先生他一直陪着我 让我感到很温馨 手术前 护士让我躺在手推船上 我担心不知能不能够平安地推出手术室 还是能不能够清醒地看到我的家人 同时间 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 其实啊 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低落 我告诉自己 那就哭吧 怎么讲 人是有感情的 当我在那间 护士先确认我的身份 手术 资料等等 要进手术房之前 我必须要经过一个小房间 就是那些麻醉丝帮我擦那些针啊 那些管子啊 还要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很冷 我不会觉得说有什么不舒服 然后他们一直问我 我还好吧 我觉得很冷 然后我看到很多金属的器材 护士帮我盖一些热的毯子 所以我觉得还好 我问主治医生能不能再为我检查一次 肿瘤是不是还在 如果不在 我就不用动手术吗 医生非常细心地检查 然后他告诉我 肿瘤还在 结果我还是必须接受手术 在那里面 我觉得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很 都很好 他把我照顾得很好 把我从一张床挪到另外一张床 都非常的 很轻巧地帮我做 我不会觉得说有什么不舒服 麻醉师温和地跟我说 我现在放你去睡觉 当你醒来时 手术过程就完了 一切也过去了 麻醉师帮我放面罩 让我吸那些药的时候 我倒是没有什么感觉 他只是叫我说 深呼吸 深呼吸 我记得我数到五的时候 他就有人叫我 醒来了 当我醒来后 医生很冷静地对我说 你一切都很好 手术很顺利 我在想 应该是在恢复室里面吧 就有一个护士跟我讲说 手术完了 可以醒来了 可以醒来了 然后他就把我推出来 然后就把我送到房间去 他们吩咐我 不能立刻起床 即使我尿急 也要叫护士拿尿盘给我 我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很想睡觉 好像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我好像没有那些症状 我吹了一个大叫起来之后 我只是觉得肚子饿了 我记得那个护士好像有给我一点买肉吃 然后那个晚餐我就可以吃了 回家的时候 我带了一个瓶子跟一个管子 护士有跟我解释为什么接了一个管子 为什么我需要有一个瓶子 我第二天 其实我开到第二天就有一个那个物理治疗师来教我怎么做运动 如何做手臂运动 所以我可以让我的手可以很灵活地呼 医院给了我一个小袋 可以把那个瓶子和tube放在里面 然后还可以带在身边 这样我出门就比较方便 我又可以把它藏在我的jacket里面 出院后如果出的血水没有这样多了 就能把那个tube拿掉 医生的护士只是告诉我说 暂时不要提重的东西 我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事 和活动我的手臂也没有什么问题 一切就像以前一样 没什么很大的不同 有人告诉我做完手术后不能吃海鲜的东西 不能吃有酱油的东西 可是医生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最重要是饮食要均衡 必须要多吃水果还有蔬菜 喝足够的水 我的朋友他介绍我吃一些中药 医生说必须要小心 因为不是什么药都可以乱乱服用 如果不能肯定能不能服用那个药 最好还是问医生 手术后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医生会鼓励病患 手术后就开始运动 这样才能减轻痛和僵硬 也能帮助手臂和肩膀恢复力度 运动一 旋转肩膀 顺时中旋转双肩十次 再逆时中旋转双肩十次 运动二 双手举起 将手掌勾紧 手肘伸直 尽量将双手高举 然后再放下 重复十次 运动三 旋转手臂如画圈圈 将手向两边伸直 双脚与肩膀同宽 肩膀放松 向前旋转双手 重复十次 运动四 举棒式 将毛巾 将毛巾用双手拉直 再用手指慢慢往下移动 重复做十次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我学到更多癌症的知识 每一个人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最简单就是帮助大家 我想我们会比较珍惜生命 也会比较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得了癌症本来就不是一条很简单的 虽然说既然得了必须要走下去 但是我们要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经过这次感觉上还不可怕 只是初期患病时 手术知识又不多 所以才害怕 我还好听了医生的话 赶快去做手术 现在我恢复正常生活了 可以车窗帘 去巴沙 做蛋糕 还有所有我做过的事 我现在一切都可以做了 我觉得家里的人给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是在想 乳癌其实在另一方面给我的是 让我重新认识生活和生命 谢谢大家 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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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